从网上买的泡层片真的能把洗衣机洗干净吗 今天在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泡层片的真实效果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一个实验效果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洗衣的内桶给它取出来 你先看一下这个内桶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洗衣机给它恢复起来 用上泡层片 按它的使用说明我们进行工作 咕噪完成之后我们再把内桶取出来 你再看一下洗衣机的变化 现在你先看一下 这是它的布轮盘 看一下 挺脏 然后你再看一下内桶 这就是这个洗衣的内桶 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底格 这是洗衣机没清洗之前的 现在我们把它装回去 用上泡层片 正常按沙价的说法的话就是洗一次用一个泡层片 今天呢我们有一座实验嘛 我们用四个 看一下 我们一次放四个泡层片 现在我们开始进水 我们按沙价的使用名说的 打满水运行十五分钟 然后再停放四十五分钟 浸泡 这样就能起到一个作用 我们就按它说的严格执行 现在开始做 看一下 这就是泡层片 现在进行了一半了 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 水是 哦 这不是浑浊的水 你看下边能看到波轮盘 这是泡层片的颜色 水是很清澈的 感觉效果不大呀 一会咱们就把内桶取出来 因为还没到时间 很多人习惯从网上买这个泡层片 一盒的话怎么还得十几块钱 一年 你用几盒呢 用个三五盒 它很便宜 但它不一定有效果 那你的这个费用花的就很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些水排掉 你先来看一下 把我们把它调到脱水状态 把水排掉 然后我们再取出一根桶 看一下泡层片的真实效果 现在我们就把内桶给它重新拿出来 看一下泡层片的真实效果 波轮盘 这些污泥 几乎还是这个样子 没动 看内桶 来看一下内桶 看一下内桶 我看到这个地方了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拆出来的时候 我是用那个手指它的 泡层片真的不能够把这个洗机清洗干净啊 通过这么一个测评的话 泡层片真的不能够把洗机洗干净 所以如果你要是想洗机洗干净的 建议你还是做一次全拆洗啊 把内桶取出来 给它洗得干干净净 好了 泡层片的效果就这个样子 没用啊 关注我 带你了解不一样的 加点信息